不管是演習還是工軍戰機擾臺 大花連北區的民眾都可聽見F-16起降的聲音 國防部為此要補助噪音 防治區內的民眾每人六百元 沒有被列在防治區內 卻一樣有噪音干擾的民眾看法很亮極 有議員指出目前噪音防治區是以村里行政範圍劃設 這種方法相當不準確 像是市區許多地方明明都在航道下 也有噪音干擾 卻因為認定辦法踩行政區劃設 沒有補助 國防部目前噪音劃定作業方式 主要以機場附近十九個固定偵測站 收集數據後劃定一至三級噪音防治區 區內民眾每人可發放四百五十元至六百元 預計明年會重新檢討 在我們的等噪音線圖的劃分是每兩年會檢討一次 我們因為去年才劃分 所以我們必須要明年的時候才收集到的資料 明年再來做修正 環保局強調 目前噪音防治區主要在花蓮市 吉安鄉 新城 秀林地區 構33個村里 為保障民眾權益 今年才現金補助 較不會有建物合法認定問題 原視新聞綜合報導